近北有一位無業房東平常扣植位在永和的民宅 手足過火 然而他攀土每個月三千元 不等的租屋補助 串通了房客 把租屋的位置登記在補助金額 比較高的臺北市中山區 等到補助金下來之後 在對半分潤 以為這樣的手法 並不會被察覺 最後還是被警方一假期等罪 將房東 房客全都移送偵辦 遠景進入公寓內 上門查氣 房客一頭霧水 全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差點要報警 女子不斷探頭確認 試圖阻止遠景入內 直到搜索票拿出來 才乖乖就範 原來位在新北永和 保坪路的一處出租套房 房東勾結房客 乍零補助 房客租屋可以依照急速 領取相對應的補貼 但因為租在臺北市得到的補助相對多 讓莊姓房東動起歪腦筋 將租屋住址登記在房東爸爸 位於中山區的房子底下 說服房客用不時的房租契約 去申請每個月三千元不等的補助 房東 房客在對半分潤 製造他心中雙贏的局面 但就算你不說 我不提 最後還是被檢警上門逮捕 根據瞭解張姓房東平常無業 靠著在永和的民宅分租 給六位房客收租金過活 卻走旁門左道勾結房客 乍零補助 但就算守法再整密也難逃法眼 記者洪朝璇薛徐華新聞報導 因為新車通常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